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游教授谈音说乐 今天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 《青春有你2》里面的这首 《蛋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 《蛋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 牵着我的手看这群者处的油画 这首歌是我老婆给我推荐的 她说让我来看一看 她说这个节目现在很火 也说这个歌现在在网上被大家热传 我听完以后也的确印象尤其的深刻 《蛋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 你先找着好吗 我先给你琢磨一会儿 好 尤其是对这个《蛋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 叫什么《蛋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 《蛋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 让我先笑一会儿 不行 我每次一说到这个地方我就想笑 缓一缓缓一缓 不行眼泪都出来了 好 正经一点 我们这是一个严肃的节目 这首歌叫Melody 它也是有旋律的 不仅仅是说唱 那么说唱是启动的一部分 看了这个节目 我觉得第一 就挺为难这几个小姑娘的 因为他们也不是自愿的 就是说唱实际上真的是挺难的 它不是人人都可以说唱的 在节目中的大家也看到了 这位小姑娘说了 就是当别人都选完了 他们都没得选了 留下来的人都只能选这个说唱 我想这个导演太坏了 但是这个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娱乐 带来开心一笑 我觉得这个节目也还是挺成功的 那么今天我是想通过这个歌曲 实际上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说唱这种音乐 那么我们在节目中也看到了 这几个小姑娘 其实他们很努力 但是他们最后 真的是唱不好 就在他们这一组里面 我唯一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叫什么奶外 是吧 这个女孩相对来说 她的这个律动感 节奏感 说唱那种感觉 都还不错 当然了我也看了之后 他们后面的那个组合 其实说的还是不错的 那么我们今天呢 主要是来说一下这个歌 这个歌呢 在网上呢 被大家调侃成说 这首被玩成像施朗诵一样的 这个说唱 这个说唱啊 它最难的是节奏 首先就是从这个节奏上来说 就在说唱里面 你的节奏一定不能是 从头到尾都是平均的 如果说你都是那种平均的 那就真的就变成了施朗诵了 你比如说蛋黄的长裙 喷松的头发 你节奏不能够做的 一直是一样的 包括后面那几句 就是你得 你得会去压缩节奏 因为我们听别人说唱 基本上都是一连串 比如在一小节里面 塞进去十几个字 甚至二十几个三十几个字 那你说短短的一小节也就四拍 怎么能说那么多字呢 就跟我们玩装格子游戏一样的 如果说你也把一个东西 装到一个格子里面 但是它很长 那么你得把它压一压 挤一挤 放在这里面 所以说唱也是这样的 就是它一小节里面 有很多字的时候 就是你一定要压缩节奏 挤到一起去 快速的把它完成 而且你的节奏又不能够跟这个古典 跟这个节拍相脱离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难点 而且这个压缩 它的节奏是很紧密的 我们平时的流行歌曲里面的节奏 一般都小到 这个时值小到多少呢 都是十六分音符 也就是我们讲 就是一拍它出现四个音 比如 这个是在流行歌曲里面 一般是比较小的时值了 就是比较短的拍子 但是呢 说唱里面 它经常要压缩到三十二分音符 三十二分音符 也就是比十六分音符 还要短一倍 它可能是 下去两下 上来可能要四下 大家可能就能感觉到 自多这样就压缩在里面了 有时候呢 还经常会出现三连音 快速的三连音 你比如说 十六分节奏 就是下去两下 上来两下 它就变成 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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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三连音 快速的用三连音 它的目的就是 把这个字装在里面 我给他举一个例子 我找一首周杰伦的 周杰伦的 我稍微熟一点 现在新的一些说唱 我听的也不是特别多 这个周杰伦 早年有一首歌 叫半导铁合 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比如像这个 走廊灯关上 书包放 走到房间 你看这个地方就出现了 空走到房间 空走到房间 窗外望 空走到房间 你看 走到 就是 空走到房间 房间是 三十二分节奏 就压缩了节奏 好 然后 回香港 回香港买的书 一本名叫半导铁合 你看 一本名叫半导铁 半导铁 这就是三连音 半导铁合 放在床边 对好多 第一页 第六页 第七页 序 你看 第一页 第六页 第七页 这就是三连音 连续的三个三连音 我永远都想不到 陪我看这书的你会要走 你看 也是三连音 不再是 不再又 现在已经看不到 现在已经看不到 你看这个已经 是很密集的三十二分节奏 而且呢 你在快速说的时候 你把字还得咬轻 你看我刚才一不小心 这个已经就吃掉了 字就不清楚了 现在已经看 你看 所以说咬字非常重要 快速的情况下 要把字咬清楚 铁合的钥匙空 偷了光 看见他修了好久 你看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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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好久好久 完面的灰尘包围了我 好安好安 铁合的钥匙我找不到 我呢 不善说唱 对于说唱我不擅长 但是呢 我是硬按照这个节奏型 看着这个节奏 硬说说出来的 但是呢 我知道这个 他是要遵循这样的一些规则 这个是我很早在2006年 我出的一本 诗唱列尔 后面呢 我就用了好多的这个 说唱的一些例子 练这个快速的节奏 那么这个是一个 要注意的 就是说唱里面 压缩节奏 非常关键 也就是说 如果专业的角度 我们用专业词汇来讲 就是你不能够全部用大实质的节奏型 一定是有很多小实质的节奏型 也就是很短的很快速的节奏型 当然了 这里面 他还会经常会有连音 他不仅仅是这么平稳的 他还经常会连起来 这个就难度就更大了 第二个说唱的要点 就是说唱 虽然它没有旋律 但是它是有音高的 刚才那几个小姑娘 他们中 其实有好多人 是这一点没有做到 他们很多都是 在自己想要 想起的一个调上去说 这个可能是不够的 就是我们在音乐中 虽然你看说唱 我们听着它好像就是在说 没有唱 没有这个旋律 但是音乐有的嘛 它有乐器在那 有乐器就是有和声的 有和声它就是有音的 你比如钢琴 呱弹下去 它有三个音 有五个音 它有音在 那么我们就是要从 它这个乐器的这个和声中 去找出一个音高 找出比如说 其中的一个音 我们要在这个音上去说 你比如说 这个几个音 那么我可以在 这个音上说 就高一点 我可以在 这个音上说 我也可以在高音的 这个兜上说 就是我们要去选择一个音高 你得跟这个音乐 和声是相符合 相匹配的 你不能我这边是 DOMISO 这样的和弦 一级和弦 你说我说一个发 那你就跑调了 说张也是会跑调的 就你没有在这样的一个调上说 那就不对了 那么在说张里面 当然它一个合约有好几个音 你到底是选低的音 还是选高的音 那么这个时候 要根据内容 要根据情绪来定 你比如这个情绪是很热烈的 很高涨的 那么你可以选一个高音区去说 那么如果这个歌是很低沉的 你比如像当年这个周杰伦的 爸我回来了 那就那种比较低沉的 那种沉重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么你就可以选择 在低一点的调上说 体现出他音乐的沉重性 所以说这个音的选择 在哪一个音高上说 这也是有讲究的 所以说这个都是考验一个 说唱音乐人的能力 那么我们知道 很多说唱音乐人 基本上都是自己写词 然后自己说 自己来编节奏 自己来 就所有音乐 好多大部分都自己来弄 所以说他就会去把握 这样的情绪 音高 节奏 就是比较全面的 所以说我觉得 刚才那几位小姑娘 就有点为难他们了 因为他们对说唱 可能是不了解 你也没有跟他们上过课 直接上来就说 那你就可不就出来 淡黄的长裙 蓬松的头发 不就出来了吗 是不是 大家不要笑 不准笑 好吧 这个就是说唱两个主要的要点 就是节奏 然后音高 大家其实如果说 在看说唱的时候 就抓住这两点 去听 可能就会有一些参考 那么下面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说唱 本身 他的这种音乐 这种文化 说唱乐 其实在中国 是挺难走的一个路 我在很多年前了 我记得有十几年前了 我就写过一篇文章 我说 为什么说 说唱在中国 是一条死胡同 那么今天来看 它虽然不是一条死胡同 但是呢 也是一条小胡同 不是一条宽阔的大道 前途一片光明 我觉得最重要的 还是一个文化的差异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唱乐 它本身 从诞生那天起 它就是一种 非常反叛的 批判性的音乐 好 我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说唱呢 它最早是从 70年代 也就是1970年代 上个世纪70年代末 在纽约诞生的 就在我们这个纽约 它主要是在这个布朗克斯 布朗克斯 我们经常开车会经过 那个地方呢 平时我们也很少去 是一个黑人区 黑人为主的一个区 比较破 其实纽约啊 你一到这个几大区 像什么布朗克斯啊 布鲁克林啊 就是甚至像纽约的市中心 曼哈顿 都是房子很老的 有些都是100年前盖的房子 布朗克斯呢 因为它主要是这个黑人区嘛 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建筑啊 也都是比较成就的 而且在墙上到处都可以看到 那种涂鸦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说唱啊 它诞生开始 它就是一种街头的亚文化 它经常跟这个hiphop 然后呢 涂鸦 DJ的 打蝶 甚至跟这个 bipbox的这些东西都有关系 经常会很多东西结合到一起 当时这些黑人的年轻人 经常会拿一个录音机 放在街头 从电线杆上接来电 在街上跳街舞 然后呢 放的音乐就是rap 就是说唱的音乐 就是rap加上街舞 慢慢的就出现了这种hiphop这种文化 所以我们第一期 在这个17年吧好像 出现的叫中国有嘻哈 它把它翻译成了叫中国有嘻哈 它叫嘻哈 它没叫说唱 但实际上我查了一下 这个网上英文的翻译 就是叫the rap of china 就是中国说唱 好像到第二年 18年的时候就改回来了 是吧 叫中国新说唱 就是还是把这个说唱 这个名称给叫出来了 但是呢 为什么你看啊 这个中国有嘻哈 中国新说唱 其实他也推出了 好几个这个说唱的明星 说唱艺人 但是为什么一直就不那么火 甚至有一些火到一定程度 又被压住了 其实这个很重要一个 就是跟我们的国情是有关系的 因为说唱 它最初就是一种街头文化 它是街头 社区街头 用来表达政治思想 表达社会思想的 这样的一种批判性的音乐 我推荐大家去看一部电影 叫八英里 就是这个Emily 他们演的就是讲这个说唱 在黑人的这些社区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实际上其实就是很多黑人在他们俱乐部里面 他们PK 相互骂 你骂我我骂你 其实就是一种骂人文化 看谁骂得过谁 所有脏话全部都用在里面了 那部电影非常有意思 大家可以去看 讲的是底特律 底特律也是美国 现在是最不太安全的一个城市之一吧 犯罪率也是比较高的 如果大家看完这个电影 你就知道了说唱是怎么回事 那么说唱 它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的歌词 就是它的内容 如果一个说唱 没有思想的说唱 基本上是会被人给唾弃的 大家会看不起你 所以说大部分说唱歌手 都是很有想法 非常有思想的人 而且都是具有思考能力的人 但是呢 有时候在我们这个国情下 你太有思想了 你太独立的思考了 有时候也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说呢 有些太有思想东西出来 就会压制一下 但是最关键的就是 看你这个思想 跟社会的大主流环境 是不是符合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当然了 当年推出的一个叫什么 PG问是吧 后来又被封杀了 就是在主流的媒体上 就不那么主流的出现了 就是其实因为也是 它的歌词表达的过于 超越了我们中国的一些 现在的国情的大背景 你比如说它里面歌词 写到白色粉末 在板上走等等这些东西 但是像这样的歌词 在美国的说唱里面 那太多太多了 所以说说唱它不仅涉及到什么 像这个毒品啊 它经常会有批判社会的一些问题啊 然后以及像政治的一些理念呢 它什么都可以说 所以说它的歌词是非常敏感的 我记得去年前年的时候 我跟我的一个美国这边的 合作的一个录音师 这个录音师他录过很多说唱的作品 他当年最重要的就是录过一个叫 人民公敌这个说唱组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这个组合在美国是非常有影响的 而在这个整个世界的说唱界都非常有影响 我看他墙上挂了好几张 就是他给人民公敌录的这个唱片 一些这个金唱片的这个证书 他录了好几张 就是这个人民公敌在美国 他都上了联邦调查局的黑名单 就是他们可能会影响社会安全 但是呢他唱片他在全美国 在全世界他都依然可以发布 你可以去发表你的言论 政府也可以对你进行相关的一些调查 相对的一些这个关注 但是呢你不能封杀他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当然了国情不一样嘛 所以说我们讲说唱在中国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内容上的关系 所以他注定是一条死胡同 或者是叛死的胡同 那么为什么年轻人那么喜欢说唱 我觉得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说唱的节奏感非常强 节奏有力 而且呢动感十足 这种音乐是非常有冲击力的 而且可以跳舞跳街舞 所以年轻人很喜欢这种动感律动 第二个他的歌词冲击力很强 虽然我们中国的说唱 有中国的这个说唱的一些内容 他实际上也有很多批判的东西 年轻人嘛就是爱批判 就是对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现象 他就是爱说 就是这个说唱的这个歌词 实际上他说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 所以说才会激发年轻人 对他的这种喜爱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很重要的 歌词其实尤其重要 也就是说说唱的歌词 它非常符合年轻人的心理 所以说大家看这么一说 就说声了 它不仅仅是茶余饭后 娱乐消遣的一个东西了 这一说说到社会大问题上来了 大家有点害怕了 的确是这样 所以说呢 说唱在我们中国现有的 这样的一个国情下 我觉得他注定应该不会说太主流 我在很多年前 我就跟我们的学生都聊过这个问题 当然了 现在有一些娱乐的节目呢 还在主推这些东西 但是大家看到 他现在也就是在一些网络平台上 非常主流的 非常收视率很高的 电视媒体平台上 他还是很少 这就是跟我们现有的 这样的一个大环境 国情大环境是有关的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说唱 也不是说完全就是一条死路了 其实我觉得想外来的音乐形势 进入中国以后 其实都是需要做改良的 就跟当年的摇滚乐 摇滚乐实际上 在中国已经完全被改良了 然后呢 说唱其实也是一样的 说唱其实有时候 它的批判性比摇滚还强 但是呢 说唱乐要想在中国发展 它必然要走一条改良之路 所以说 我就说 我们中国的说唱歌手 你想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上 继续发展 那你只能够 第一 说自己的事情 第二 唱自己的文化 第三 贴自己的国情 只有这样 它才能够走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 全新的道路 好吧 今天这期节目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 关注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转发 留言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唱诗送词是我们的祖先 留给我们的传统文化 每一个阎皇子 随都应该熟悉它 了解它 学习它 想把我们的古诗 介绍为全新的听众 我要让我们的中华国学 成为世界的主目的文化 离独视日篇 黄豆春 至今已却不够新鲜 隔壁风扫 跑出白烟